原来卧室的台灯我不喜欢了 看看能不能把它改成法式小吊灯 虽然不是连在一起的 第一步就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了 怎么把它织起来 算了这个问题一会儿再想吧 先把造型做好 再把它俩连接在一起 这是我8块钱买的金属花边 这个感觉不太稳 把铜丝扭成双骨的 再绑就稳了 现在就变成一个小王冠 但其实是道的方 再想一想造型 要两层的话就是这样 这样一个圈这样一个圈搭了下来 要是一层的话就这样一个圈 然后直接这样搭了下来 我选择了一层的 先把做好的框架喷成金色 一会儿再反过来喷一会儿 我买的吊砖 封叶 30块钱12颗 看看怎么穿好看 先试试 用珍珠搭配上水晶好看 一个枫叶吊坠 三颗珍珠 一个六角形水晶 这样看还行 但是整串穿起来为啥就显得廉价了呢 试试全是水晶 不如有点珍珠提提亲人 然后揪一些点 死心吧 不是太好看 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珍珠流苏 要不用珍珠把这样掉 还是用铜丝固定一下 还挺好看的 先把他们俩固定一下 我怀疑固定不住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行了 下边再插一圈灯灯灯 这样就有层次了 框架终于做好了 我又买了一个架子 准备挂灯 但它是黑色的 跟灯不搭 也给它喷成金色 找一下吊灯的位置 要从这儿掉下来 上面是空调 应该能打眼 就是钢筋 我不明白 我不理解 以后还是用勉力胶吧 这个绑的线太乱了 用胶枪捣几个带花纹的膜 挡一下 给它喷成金的 看的还是很有质感的 这样挡一挡线 就精致多了 买了一个复古 纯同灯头的吊灯 需要自己按一个插头 终于完成了 插上天看看 大成功 氛围感决决子 中途太多意外了 但就是这些意外 才让它现在这么美丽 就像人生 嘿嘿